其實最後一天我還是要把工作做好 待會有農金獎的頒獎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311家的農會都參與 我想各位在關注我的去留的時候 請大家關注所有農業進步改革成功的地方 我從來不會覺得在這裡有任何的委屈 我對所有七年多來 針對我個人的視視而非或者是抹黑造謠的 我都認為這個不會比我為台灣偉大的農民民做事還重要 禮拜五就要專案報告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請職呢 外界不需要把我的去留去連結到任何的 不管是在野黨跟執政黨之間的工房 或者是所謂的一些政治的議題 我非常單純耶 我農家出身 我以前在大學教書 我也沒有派系 我也沒有任何黨籍 我心非常的單純啊 那些所有的昏昏牢牢 你問我我都不知道 我都只知道怎麼每天做事情 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在為台灣農業部門做事 我就是沒有花時間去把那些不死抹黑的攻擊 去做更有效的回應 因為我認為只要專業在國家就會往前走 只要我們花心血絕對會有成果 我認為我今天離開了 那或許因為我個人而相關的攻擊力道會大幅度減少 所以農業部的同仁一定可以更好好的做事情 所以你如果問我那一些所有的這些政治的議題 我可能要請教你們 因為我完全不太懂 接下來去哪裡 我來自中興大學 所以今天結束以後 我明天就回到學校 那我覺得學校是我本來就是非常喜歡的工作的地方